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高端酱酒新选择贵州摘药酒特别呈现 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还是要找突破 确实有一些不确定性便是会毒一些 用关键词来说就是压力和困难 但是必须有信心 一定要敢于往前冲 上坡加油 追赶超越 2022年我觉得一个是压力大 但是信心足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央企定下来的一个主基调 积极应变 主动谋变 引领改变 积极应变 主动谋变 这不仅是企业的真实写照 也是中国经济走过的不凡历程 从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到2021年经济增长超越期 顶住压力的中国经济展现出了巨大的韧性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2022年国内外环境当中的不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很多 中国经济如何在变局中构建新的确定性 寻找新的增长点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是相对的大企业 去年我们的销售也2000多亿了 所以说我们就在考虑 像我们这样的大企业该怎么做 我们坚持实业定位不动摇 我们发挥大企业在产业的支柱作用 我们解决了13.5万人的就业 其中11万人是产业工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进城 在城里面送个外卖 收入也不少 而且更加自由 这是很多年轻的想法 怎么样把这些年轻人留在农村 做一些农产业的事呢 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 我们提出了要靠机制 要靠待遇 要靠培训 要靠发展 我们要帮助2万余户 家庭农场组发展家庭农场 发展种植业养植业和家庭旅业等等 我们今年累计也培训了7.4万绿岭新农人 特别是我们跟北京大学国发院合作 共同举办的乡村振兴的村长班 让他们懂技术 有萌生的能力和手段 能够获得比进程更高的收益 我记得60多年前 毛泽东主席有一个著名论断 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这个话我认为到目前 还是仍然管用的 有人说农机现在有8000多种 我们国内大概只有4000来种 有一半 差一半 这个我认为跟我们目前的情况不太相称 因为我们中国的制造业 已经发展到全球最大了 但是农运机械整体水平在全球上地位不高 我们很多作物现在没有机器 还是靠人工 打枣 摘苹果 摘梨子 摘辣椒 摘西红柿 那么这些就是小型的这种农用机械 有些在山区 有的是小的地块 你看日本这方面精巧的这种农用机械是很多的 因为农作物它是很多 还有一些经济作物 现在我们好的是无忌可用 有些地方我们去扶贫 他们摘核桃靠人上去摘 经常摔下来 后来我们扶贫给他们专门研发了一个 就是打核桃机 它就可以在底下拿一个杆子就可以 空那以后就用电动的 把核桃打下来 真是有需求 因为它你看现在 原来小伙子上去还可以 现在都是一老头老太太了 上上摘核桃咋摘 那可不然站不稳就摔下了 经常还有一些受伤 所以我们来解决它 这个摘核桃机 我觉得方方面面 社会隔界都应该去努力 真正的话 让我们的这个农业集结化 我觉得是迫在眉睫 粮食安全 对吧 你现在没人种地 你还安全什么东西 总是一讲 这叫守住十八亩一亩的这种红线 那守住红线以后谁种地 那么现在智能化 无人化 但是前提是继续化 那么国际集团 它确实是 它是属于生产农用机界的 这个 这个 那我们使用的这个洋伤 这个我们使命和责任就更加的这种 这种艰巨了 对吧 所以最近呢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开发 无极变速的 三百二十马力以上的拖拉机 还有就是二百二十马力的无人驾驶拖拉机 这个呢 我们是在吉林省是搞了一个试点 这个完了以后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 就是用这种智能化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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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决 就是说 因为现在你农球的补贴 你要靠比如说 多少小时啊 耕了多少地啊 速度是多少啊 效率是多少啊 你靠什么 靠它自己报 你要是去统计 也做不到 那么通过这种 大数据 通过我们这种 这种信息化 把这些数据可以集成 同时可以看到 我这个 农机的效率怎么样 它得用多少小时啊 对吧 故障率是多少啊 对吧 这些东西呢 都对我们将来 都是有 就提高我们 农业机械化 智能化 这种水平是有帮助的 去年我们脱贫攻坚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脱贫攻坚胜利以后 工作的重点是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60个重点帮扶线的话呢 也是农业银行 2022年 我们工作的重点地域 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 比如说 我们跟乡村振兴局合作 我们推出一个叫复明带 专门针对脱贫农户的产品 这个产品的话呢 利率非常优惠 是达到人民银行 挂牌 同期限利率的最优惠的值 另外期限比较长 门槛比较低 我们也是在加大力度 把我们的科研成果 能够更多的 面向国民积极组装厂 能够产业化 因为如果这些科技产品 能够更多的产业化 能够使得解决我们国家的 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急需的一些材料 而且能够去替代一些进口 那么这样的话 随着这个规模的提升 能够解决更多的就业 能够为我们国家解决一些 关键的核心材料和核心部件 用贪纤为符合材料 我们现在集团已经变成了 我们国家C929飞机的 三个机身部段的供应商 虽然看上去 现在的销售收入还不大 更重要的是 未来能够为我们国家的 民用大飞机 能够提供强力的支撑 最重要的就是保供给 我们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用电 用气和用热能够保供 因为这是我们中央企业的担当 比方说去年 我们景德镇的电厂 到了10月份 这个煤价涨到了2314块钱一吨 可能一度电就要亏几毛钱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得继续发电 继续保供 我们东北亏本的情况下 我们也得要做好 家里的供卵等等这些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不光是作为企业的精英 也是要作为中央企业的一种 担当和责任 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 今年我也会到会上再次提出来 提高工薪阶层的税收起征点 因为这是我们现在大家 想消费疲软 那这些人现在都没有收入 他怎么去消费 我也鼓励他消费 他要有信心 第一个就企业能保证 他们这个收入是稳定的 不会说因为企业的这么好坏 让这批人突然没有收入了 特别是90后的孩子都30岁了 他们都开始成家立业 孩子才两三岁 可能靠他在工作 在支撑这个小家庭 如果说我觉得把这部分 工薪阶层 把他工资提高到 一万块钱的起征点的话 那一年的话 那十二万块钱 那么他就可以多出来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接近七八千块钱的 这样的一个收入 可以进行增加他的消费力 那国家的税收怎么办 富人多交税 你的税收过去最高税收是45 我们能不能再把他税收增加加大 50甚至55 一共同富裕嘛 你收了那么多钱多交点税 这税是在做社会上的 公共服务上面的支援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 我觉得就会变得非常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 对话由用数字化 让家庄家居快乐简单的居然之家 独家冠名播出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2022年我们面临着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这些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行业 和行业当中的关键企业 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挑战 他们的底气和信心又来自哪里 我们来听听看 面对三重压力 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农业的公司 出现了亏损 这是公司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亏损 给我们带来较大的压力 而我们养猪的企业 去年的三季度 四季度 全部出现了亏损 应该说所有农民都亏损了 在这样的格局下 我们该怎么办的 我从事农业产业四十多年了 这四十年来在农业这个领域酸添苦辣 什么都经历过 但是我坚信农业产业是基础产业 是老百姓都需要的产业 而现在农业产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 从小散乱到规模化 规范化科技化方向在转 而我们应该抓住个机遇 我们要充满信心 因为这是未来 对我们来讲 主要还是需求的位数 工程机械从去年的四月份开始 好年就进入了一个调整的时期 当然了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五润 还是充满一些希望 希望在哪里呢 一个是国家现在十当超前的基础设施 建设这些重大决策 对我们来讲 是机会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双碳下的新能源 这个产品的电动化 这个机会可能来得会更快 也许会来得时间会持续的会更长 到目前为止 依然这种压力非常之大的 就是材料 材料的这个暴涨 给我们带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供给车 它的材料的价格涨了百分之几十 那我们在对面对市场消费者 我们又不能把 以为涨价而转嫁到市场当中 这对我们来的就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你要技术升级 三重压力启动 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市场的消费压力 那消费压力就是 不是你一个企业自己能解决得了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开始推动这个国家要实施家电产品 有个年限使用限制 比方七成十二年报废 那么十二年之后应该由企业来承担责任 那么十二年以后 你如果不报废 可能消费者自己承担责任 这样就给企业带来一个什么动力 就是更加加大技术创新的能力 如果家电行业明确规定 有使用年限的限制以后 对我们这种创新企业是最大的好处 它通过技术升级 十年换贷如果给更多更高级的产品 即减少了资源消耗 又给消费带来更舒适健康的产品 那么这样的就是两者都有利 那这样的话像隔离电器 已经有四亿多超过十年以上的空调 如果推动这个拉动类似的话 又消费不了解产品好 那节等了 过去我们可能用空调一年三千块钱 但用新的空调 大概一年电费只要一千块钱 你本身节约的电费 就可以足够支撑换一台新的空调 那么企业也拉动了这个企业成长 三重压力都是存在的 企业主要是怎么去破局 怎么能够突破这个发展的这种困难 来保持自己企业的增长 需求收缩 只要通过技术创新 通过新产品去创造扩大需求 另外一个国内需求不足 多在海外市场把握机会 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对我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像这个芯片供应不足 一些核心材料供应不足 这些问题我们都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解决 第一是火产替代 我们在国内努力培育我们的材料的供应商 我们提出了一个蓄日计划 我们在未来几年一共拿出200亿的投资 来支持我们产业链的生态企业的建设 另外在海外的供应方面 开发更多的渠道 原来我们供应商比较单一 现在我们把供应商的渠道进一步的开拓 来保障我们的供应 来抵消供应链的影响 金融的天职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那么实体经济好 金融就会发展得好 如果实体经济不好 金融想独善其身 也是很难的 在今年这样面临三重压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金融更需要把自己的命运 跟实体经济的前途紧紧地绑在一起 要特别注意把握好 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之间的关系 怎么讲呢 就是作为一个金融企业 如果你仅仅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来看 那么当整个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那你很可能第一个直观的话 就是我少放一些贷款 少放一些融资 少一些风险暴露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如果所有的金融企业 大家都只看到微观的风险 都压缩信贷的话 那整个经济体 它的宏观风险就会非常大 而当这种宏观风险 大到一定程度下的话 实际上每一个微观个体 都是很难独善其身的 所以在今年的这种形式下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识 是对金融界来讲 是一定要有的 在采访当中 几乎每家企业给我的答案 都是相同的两个字 创新 创新是企业在逆境中 成长壮大的密码 也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动力源泉 回顾过去的2021年 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 两年平均增速 从上一年的负的2.2% 上升到了5.4%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 更是高达16.7% 加快创新布局 拓展发展的新空间 坚持以创新促发展 是企业不变的保稳求进之道 我们在新的格局下 求新的增长 必须用新的办法 科技的一些办法 我们已经孵化出了一大批的 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企业 比方说 环特生物 它是一个养斑马鱼的企业 就平时做食品安全 药物安全与逢的 是靠化学检验 好不好 对 但是它并不全 那么一种鱼叫很小的斑马鱼 放入了这样的实验的这些药品 或者是食品 这个鱼马上就会有反应 而且反应的情况不一样 能够表达它的中毒鱼缝的情况 所以说现在已经广泛用在 我们的食品加工行业 乳制品加工行业 制药行业里面了 这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专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科技型企业 在全球都比较领先 它的相关的论文 在全球的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以后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像这样我们复化这样的企业 来推动行业的进步 我觉得这是蛮有价值的 我们的能源革命的话 它总是推动着工业革命 推动着社会变化 最早我们烧柴火 后来发明了蒸汽机 用煤了 蒸汽机一下子使我们的工业水平提高 后来我们又用石油了 内燃机等等起来了 这个推动了工业革命 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现在我认为是到了化石能源 像非化石能源 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 而且前两轮的这种推动当中 我们国家都是落后的 我们落后人家好几百年了 但是在这一轮的推动当中 我们现在不落后 我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领先的 新能源发展 下一步我们要向创新驱动发展 也就是说我用新的一些技术 我用新的一些这个业态 来使得我们的这个新能源 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社会 来使得我们创造更好的价值 我叫做新能源家主要就指的 新能源家加上数字化智能化 还要可能加上碳资产管理 可能还要加上我们的人民币 这样的新能源家 我认为未来可以成为 这个推动能源变革到工业革命 产业革命到社会进步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 人类对于工程机械的需求 就中国来说 我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个工程机械 严格来讲它是一个机器人 实际上是替代劳动力的机器人 而中国的老龄化 这个我认为会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替代需求 这是一个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第四次更新革命 所以现在为了抓紧这个机会 第二我们正在实施三大战略 一个叫做数字化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数字化转型 另外一个就是电动化 就是我们希望商业 并不是被动去适应电动化的要求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创新 去推动我们所在 革命领域的电动化的升级 第三个当然就是国际化 就通过国际化 去拓展我们的市场 打造我们的世界级品牌 以通过国际化去对称 国内市场调整的这种周期性的影响 特别在当前 就是我们要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话 叫锻造国际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 所以最近我们也是在梳理 我们国家整个工业过程中 有哪些关键的短板核心技术 通过创新联合体 把用户和我们的研发 把它结合起来 就是属于一体的 就是我生产研发出来以后 就有用户使用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种 7兆瓦的海上风电的主轴周城 这个周城长期依赖进口 过去我们很多这种 所谓我们进口的依赖 原因很多 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路径依赖 比如说我生产 做这个时候 我研发的时候 就选择的是进口的 国内的现在也没有 你没有成立 因为你没有需求嘛 现在呢 就是我们要保证 产业链安全的话 那么就是说 你必须得有 再说我们国内 有足够的市场 可以给我们的这些设备 提供应用长久 让它们完善起来 所以创新联合体 就解决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 我这个风电出来以后 就有人用 有人就用装机 那么我们现在跟踪 它装机的情况 目前国内的反应情况 是非常好的 对吧 但也可能有 哪些方面不完善的 那么我们来逐渐的完善 这样子它就提高了 这样子我就可以 实现进口替代 我认为这个形式非常好 这个形式值得推广 有用户 有研发机构 对吧 大家结合起来 真把产学原用 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有针对性 也就是说你出题嘛 现在市场出题 需求出题 完了我们来答题 有针对性地 完成这项工作 它就能够实现 真正的解决 补短板的问题 解决卡包子问题 这个可以作为新型 巨国体制的一种来说 我觉得有组织的 这个有市场的 结合起来 发挥我们国家的一个 这种优势 因为我们中国建材有 26家科研院所 有17000个专利 那么我们每年每年的 这个成果还在不断地累积 所以我们也根据 总书记提的这个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人 怎么能够把我们集团的 这些成果 不同层次的能够更快地去腐化 能转化成成果 能转化成生产力 能转化成产业 我们就加大力度向社会开放 所以我们在山东 我们就做了一个 相当于腐化基地一样 就是用我们的成果 用我们的引导 然后用当地政府的 这个厂房土地 去把我们这些成果 向社会去发布 谁愿意投资这个成果 而到现在为止 我们发布了以后 真还有不少民营的 机构投资者的都有兴趣 现在投资的已经有十几个项目 在那个双创基地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把我们的这第三类成果 在那个基地 用了社会资源 用了政府资源 大家结合在一起 转化成了产品 转化成了生产力 转化成了面向国民经济的一些产品 现在看来 效果还是蛮好的 我们满意 我们去转化的这些技术人员 员工有收益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当地政府很满意 因为引进了一个一个的成果 在那个地方转化 房子有租金 这个有税收 有GDP 还有就业 相关方多货业的一种模式 挺好的 这些科创企业和传统的企业的话 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他们是轻资产 如果用传统的那种 抵押贷款的方式 很多信贷就没法做 而且他们需求特别急 因为市场竞争的需要 有时候贷款的话 要的特别急 所以针对他们的这些特点 我们设计了很多 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产品 不需要抵押 另外的话 很多产品的话 实际是贷款和直接融资 比如说股权投资 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能够更好的满足他们的需要 农业银行现在在整个制造业领域 我们的贷款的余额 到去年年底是1.75万亿元 2021年的增速是18.5% 其中科创企业 我们的贷款余额是4800亿元 我们在江苏 浙江 上海 广东 这些科创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建立了16个单独的 科创企业的金融服务中心 现在我们在专精特兴小巨人企业方面 你也知道大概一共有4700多家 我们和其中的2800家有业务往来 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了6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实现双碳目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2021年顶层设计的颁布 到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双碳的发展路径也在逐渐的清晰 2022年双碳将为企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当中 企业如何看待短期的阵痛 中长期看它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增量 释放哪些新动能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双碳实际上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 总书记最近就说了 元月份在市场能源企业的时候 说这个事情等不得 但是也急不得 所以就充分说明了 做这样这些工作的艰巨性 这里面有很大的挑战 很多悲观一点的人 可能看到的是困难 比方说我们煤电占了整个发电量的60%左右 我们的发电行业占了整个能源碳排放的一半以上 这个能源相关的这个碳排放就占了80% 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要这个减碳的话 对这个能源行业 对这个发电行业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们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可能看到的是巨大的机遇 我们从这个新能源建设 2003年开始特许权招标 到2014年 我们1000瓦的新能源全国 到了2020年就超过了5个亿 假如你没有赶上这个输入的话 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挑战了 但假如你能够创新技术 创新管理 能够赶上 甚至比这个输入还能稍微快一点 那对你来说就是机遇了 除了发展速度以外 我认为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能使得新能源发展过程当中 对这个电力系统的安全 对电力系统的这个整个平衡 等等能够不发生影响 所以这就可能要 首先是科技创新了 比方说我们的电网系统 我们发电和电网系统之间的衔接 比方说能源和能源品种之间的互通 互补 比方说我们储能跟发电产业的这个结合 像最近在举办的冬奥会大家都很关注 我们就给冬奥会提供了轻能大巴 这个完全是属于零碳的这个交通 我们去年也实现了这种种卡 因为拉那个种卡的这个耗油污染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就把它换成电 我们叫这个换电种卡 到去年为止实现了一万多辆这样的换电种卡 像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力的方面 双碳的发展对产业发展是一个机会 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 光伏性能源的需求在从去年开始在快速增长 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大家要遵守的一个规则 可能在推进的这个减碳的过程中 比如说增加碳税 这个强制用更高比例的清洁能源 这个是可能是会增加成本 相对的话你节能技术要跟着发展 比如说现在清洁能源 它原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每度上网电价国家必须补贴 否则就会亏损 但现在光伏发电的上网成本 已经降到不到三毛钱了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 有机会降到两毛钱以下 这样的话光伏发电 它就比那个石化这个发电 比如说煤电它的这个发电成本的差异 就会进一步的收窄 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清洁能源的项目 在经济上它是可行的 会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对我们从事光伏这个产业的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的 这个行业的机会很大 在2020年我们做了一个基础布局之后 在2021年我们的销售收入是达到400亿 比上一年是增长超过一倍 我有信心今年我们的光伏产业 依然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 国家提出双碳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以后 我们认真进行了研究 我们认为我们在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行业大有可为 比方说我们2020年 我国的粮食产量是6.7亿吨 耕种了17.5亿蒙的耕地 也就是说蒙均是0.38亿吨的粮食产量 而我们新希望年产0.3亿吨这个鲜料 就是说要用0.3亿吨的粮食 而这0.3亿吨占全国的6.7亿吨的4.4% 这对应了7700万亩的地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公司 用了全国7700万亩的土地产的粮食 假如说我们每节约1%的粮食 就会节约77万亩耕地 于是我们就提出了 每年提升1%的效率 从而为国家节省77万亩耕地的这样的大目标 怎么样实施呢 我们有三个办法 第一通过科学的育种 使得我们的猪 鸡 它吃得少一些 长得快一些 这是育种带来的 通过这种方式 一年的时间能够达到目标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三分之一是通过饲料配方技术 我们有几千个配方的专家 特别通过发酵饲料的应用等等手段 使得我们配方技术能够减少饲料的消费 提升转化率三分之一 第三点呢 我们数字化的转型 使得我们的操作的现场更合理 更规范 我们更减少能源的浪费 从今年开始 我们要为国家节省77万亩耕地 所产的粮食 连续五年 就相当于节约了77万亩 神银五三四百万亩 这个耕地啊 我觉得这是对双碳经济最大的贡献 假如说我们全国的这个养殖体系 都这样做的话呢 那贡献就更大 水泥行业本身在碳排放的里头 由于它的燃料要用煤 然后本身的原料里边呢 用碳酸钙 加温了以后呢 会有二氧化态的排放 所以那么正因为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碳排放的压力 似乎是巨大的 那我们的机遇是什么呢 实际上核心还是要靠创新 要通过创新去淘汰落后 比如说我们如何能够替代一些 煤的作为燃料 比如说我们如何用原料 去替代一些摊花盖的这个石灰石 这样的话呢 能够使得生产一吨水泥 它的碳排放的绝对值能下降 充分利用了水泥摇高温 这样的一个功能 去协同处置一些固体垃圾 医用垃圾 生活垃圾 那我们在全国已经由 44条生产线 围绕着36个城市 去处理城市的这些 生活垃圾 医用垃圾 以及固体垃圾 所以我前几天去江苏省 南京市委书记就 我坐下不到五分钟 他就说 他说感谢中国建材 原因是说南京去年在疫情期间 叫我们加大力度 运转水泥场 去处置 处理南京市的所有的医用垃圾 确保整个的抗疫期间 能够安全地度过 中国经济 行稳自愿 坚定信心 砥砺前行 强劲发展引擎 激活内生动力 信心2022 携手奋进新增城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之大 大在体量 大在实力 大在潜力 纵有疾风骤雨 也难掀起 惊涛海浪 实践曾经反复地证明 我国经济 任性强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 也不会变 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 也是决心和信心所在 让我们共同期待 2022年 中国经济保持战略定力 继续稳步向前